最正确的螃蟹吃法应该是这样的 第一步沿着大腿根部的折痕掰掉螃蟹的十根腿 蟹腿肉量得最快所以先吃腿 需要剪掉大腿两边的大关节 而它的小腿留一半就可以了 用它自己的小腿怼入自己的大腿 它的大腿肉就出来了 吃完腿以后吃身体 肚皮上这个大圆片是螃蟹的肚脐 肚脐的最高点这个位置是它的肛门 这些长黑毛的白管是它的输卵管 肚脐既没有肉也没有黄 所以不能吃去掉 第二步将螃蟹的后盖从中间剪成两半 用你单身40年的右手扒掉右半边壳 再用你单身30年的左手 把左半边壳也扒干净 这些像鸡蛋青一样的 这是螃蟹的血液 寒性的不能吃 后背的中央有一块黑皮 黑色的皮的下面有一个小白块 这是螃蟹的心脏 它也是寒性的 不能吃 需要去掉 身体左右两侧 对称的 这是螃蟹用来呼吸的腮 它的作用是过滤水中的氧气用的 特别特别的脏 附着了很多的脏东西 不能吃 去掉 它的后背基本上就去完了 然后转过来看看正面 这两个竖长条是螃蟹的嘴唇 它就是两块骨头 不能吃 去掉 嘴唇的后边这是螃蟹的牙齿 它长在一个硬片上 拽着这一个硬片 就把它的牙齿拔掉了 这个不能吃 咬不动 去掉 牙齿的后边 蟹黄的里边包裹着一个白色的三角形 这个东西是螃蟹用来消化食物的胃 它也是不能吃的 去掉 因为伐海就在这个里边 第三步 把螃蟹从中间掰成两半 这个时候千万不要着急吃 把蟹黄掀起来 你会发现蟹黄里面有一节白色的小管 这是螃蟹身体里面的肠道 可能会有奥利给不能吃 去掉 把以上这些不能吃的去完了以后 剩余的是全都可以吃的 你学会了吗